是什么能让一个汉鸭自由的比海军还快 是爱吗 是责任吗 还是后面追赶着的鲨鱼 不 是50万美金 相信如果让你来绝对比他游的还快 这个黑人老灯叫达伦 曾在海军服役6年时间 退役之后经常去登山锻炼身体 休闲在家时也会看上几集荒野求生 还学到了很多生存技能 这回也是被节目组选中参加了挑战 而他的队友叫摩根 是一个荒野求生的忠实粉丝 有时没时就叫上女儿一起追剧 跟达伦一样 他也是个登山爱好者 曾攀爬过久坐有名的山峰 登山对他来说就像人生一样 每次想放弃的时候 都会看看山顶 在没达到之前就放弃 那之前所做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摩根生火搭建庇护所样样精通 唯一的小缺陷就是不会游泳 本以为节目组会特别照顾一下这点 可结果直接被分配到了巴哈马的海岛上 好家伙 你就说有没有特别照顾吧 在参赛之前两人还被安排了一场特训 70岁的求生大佬 将告诉他们荒野中的细节 听了一会 两人就感觉自己取得了真传 于是兴高采烈地进入了挑战 只是这种开局就介绍了很厉害的选手 往往在挑战中都会被折磨到痛不欲生 希望他们能打破这个魔咒 一年后 两人在海岛上成功碰面 第一次见面他们聊得热火朝天 就差没有直接深入交流了 两人带的东西并不多 只有砍刀铁锅打火时这荒野三件套 根据地图显示 两人北方向三公里外有两片水域 那里有足够让他们生存的物资 路程不远 但路况非常不好 到处都是锋利的礁石 稍不注意就会被划伤脚底 两人打算先用系腾慢做双鞋子 就像之前追剧时里面的挑战者一样 他们倒过了一番发现还真行 就这样继续行走了两小时 两人找到了第一片水域 里面还有一些小鱼 摩根查了长水发现是咸水 那就说明这里是涨潮时海水汇聚的 还好不远处有条小溪流 再次品尝后感觉只有一点咸味 喝的话还是勉强能喝的 现在水解决了 两人还得找个风水宝地搭建庇护所 摩根觉得这棵大树下就挺不错 除了里水浸泡涨潮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很不错 达伦负责收集庇护所需要的材料 然后两人一起搭建挡雨棚 海岛的晚上气温非常冷 达伦还得在天黑之前升上一把火 虽说是第一次在野外实战 但他们的表现都还不错 可惜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刚刚尝起来还不是很咸的水 竹飞之后直接就下不了口 好家伙 这庇护所都搭建完了 现在又整这出 但水喝多了会导致严重脱水 但今天的时间已经不能外出寻找了 达伦还是决定明天再说 海岛的夜晚蚊虫多如牛毛 两人躺在床上被咬得痛不欲生 达伦更是直接连庇护所都不敢回了 到了第二天 从两人大腿上的咬痕 就能看出昨晚有多惨 这一波直接给摩根整字毙了 昨晚痛苦到两人连保暖运动都没做 平时电视上都说火种能抑制蚊虫 可结果显而易见 这样下去他们绝对坚持不了多久 达伦想出个好办法 既然火焰解决不了问题 那还可以试试浓烟 说干就干 只见达伦找到一个类似于椰子的植物 下面的根莖纤维很多 这种植物燃烧时间久了 还能产生大量浓烟 刚好是两人最需要的材料 现在烟饰做好了 具体时不时用还得看看晚上 达伦为了坐在地上试稿子不被咬 还特意坐了个石凳 旁边的摩根还在嬉笑说 放它里面就没事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忙碌 达伦感觉腹部有些疼痛 这是长时间没饮水导致的脱水症状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两人决定去外头找找 他们尝遍了好几个水池 连舌头都快变成盐味的了 还好最后成功找到了一处淡水 现在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晚上有了浓烟 蚊虫也不敢再来骚扰它们 要是之后的节奏都这样 那挑战成功拿到50万美金 不是轻轻松松 不过问题很快就来了 第三天达伦发现打火器不见了 估计是昨天找淡水的时候掉了 现在又面临了一个大问题 挑战才进行到第三天 要是火种灭了两人就得玩毒死 摩根本来还无所谓的以为 只要不熄火就行 但就在他外出找木柴时却下起了大雨 还好达伦反应快 一瞬间就给火种保护得好好的 摩根见次也松了一口气 现在两人的生活不是很好 到第四天也没能吃上一点蛋白质 达伦记得来时看到了很多小鱼 所以决定做个鱼叉当海王 而摩根则是水性不好 只能在岸边干着急 这时他发现了一条缩鱼 可惜的是达伦对受力并不精通 连续好几下都刺控了 难顶 实在难顶 看来又得挨饿了 就这样一直熬到挑战的第七天 两人决定改变策略 既然水里的抓不到 那就抓岸上的 螃蟹也是不错的食物来源 就是钻入食缝中很难揪出来 毕竟他们也没有工具 达伦这个憨批菜 还被螃蟹夹了一下 这波叫头疾不成十把米 但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只螃蟹还会记仇 到了晚上来到庇护所想搞偷袭 可没想到被眼前的摩根发现了 随后直接被达伦抓了起来 这真是卧龙和凤厨 礼尚往来啊 有了蛋白质的两人直接连夜加餐 吃得那叫一个香啊 就连蟹脚里的拿一点肉都不放过 到了挑战的第十一天 两人的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他们打算分头行动寻找蛋白质 达伦拿着木棍来到树林里寻找螃蟹的踪迹 这次他不费吹灰之力 就抓到了一只 马萨卡 难道荒野求生界又要诞生一个大佬吗 而摩根这边就有些难顶了 作为录师他还得用草绳记录来的道路 但没想到最后还是迷路了 这波操作直接给后面的摄影师整不自信了 他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河边 正疑惑这地方是哪时 和对面的达伦发现了他 好家伙 原来在步行一间 摩根围着这片水域绕了个大圈 只能说但凡失误一下 都能回庇护所 到了挑战的第十三天 两人庇护所附近的螃蟹 都快被吃血种了 还好明天就是撤离的日子 要不然地球又要多一种保护动物了 摩根现在也对达伦好感大增 看着暧昧的眼神 就知道两人最近没少运动 果然黑人又大又强不是开玩笑的 达伦知道摩根的水性不好 所以打算在撤离前先教他游泳 但即便达伦怎么说 摩根始终都不敢跨出那一步 最后甚至怕到直接回到了岸上 至于是不是曾经发生过啥事情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达伦见词也不想多说 继续回到雨林里迫害螃蟹 可就是这波直接让他后悔终身 就在达伦发现螃蟹并且出手时 没注意到眼前的树叶 说时时那时快 眼睛直直地往树叶上撞去 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红眼怪了 吓得节目组赶紧派出医疗人员 摆开眼睛瞅了半天 也只得出鼓膜手上的结论 还给达伦痛的眼泪直流 不一会就肿起了好大一块 还好这并不影响挑战 要不然这最后一天被迫淘汰 估计达伦内心都要崩溃了 于是一声留下一句 暂时不能见光就离开了 听到这句话 摩根立马知道 自己要给达伦做个眼罩 只不过这表情看起来多少有点搞笑 到了挑战的第14天 达伦的眼睛除了睁不开外也好了不少 现在他们得穿过两公里的雨林 和一公里的海域才能到达彻离点 说远也不远 就是对独眼龙达伦非常不友好 并且还要由摩根这个路师带路 宝哥总感觉要不是有摄影师 他两就会被困在雨林里出不来了 还好一番寻找后 成功找到了海域 有了金钱的动力 摩根这个汉鸭自由的比达伦还快 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是说着玩的 但后面的达伦就惨了 本来就只有一只眼睛 现在还不停地被水拍打 差点就直接倒在了海里 还好节目组也懂点人性 开着船只就来接他们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荒野求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